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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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我们如何为艰难时期做好准备? 我们先来看谁将在艰难时期保卫我们 历代治下20章20节 信耶和话,你们的上帝就必立万 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从历代治下17章2节和12章到13节 我们可以见到约沙法王已经做好战争的准备 他已经用了多年来训练和巩固他的国家 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他没有办法对付威胁他的联盟 他没有寻求别人的帮助来面对这一场危机 但他转向唯一能够真正帮助他的那一位 就是上帝 今次约沙法王并不是由恐惧 或者是手无串铁所驱动的决定 约沙法王他掃蕾就侍奉上帝 他清楚知道他可以信扣上帝 因此他带领传语社民 来到上帝面前向上的祷告 各位 你是否在每一日都有与上帝同行的经历 而这些经历能够在你危机的时刻帮助你 好接下来的题目是 我们可以信任谁 诗篇146篇第三节 你们不要依靠君王 不要依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但你知道没有人可以救他 他从约拿丹的经历中 学习到上帝只是他的依靠 上帝是不需要有强帝的军队 来战胜他的敌人的 十母医记十四章 就记载了约拿丹 和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 在上帝的帮助之下 就打败了菲利士人整队的军队 然而 有一次 大卫受到撒旦的诱惑 他想知道他有多少的士兵 数点士兵人数 虽然不被禁止 但大卫却因此表明了 他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 胜过上帝 各位我们要明白 上帝高于一切 在数珠人力资源之前 我们必须首先来到他的面前 他才是我们最好的依靠 下一个题目 我们能保留什么? 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辰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 该当怎样圣结 怎样虔誠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保留什么? 在最后的磨难中 我们将无法买卖 如果在那个时候之后 我们还有保留什么? 他们亦将被火烧毁 那我们是否应该把脱我们 现在拥有的一切? 因为我们无法保留他 事实就不是的 除非圣灵明确 告诉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是上帝 赐给我们一切的管家 直到耶稣再来 我们必须明智 和终实地管理他们 然而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累积的一切都是短暂的 很容易消逝的 而且如果我们不小心 又可能在属灵上就会败坏 所以我们要非常警惕 承接下来 我们就会说到 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马帝福音六章24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者个爱哪个 就是重者个轻哪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门 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刻 做出决定 要么服侍上帝 并失去我们的财产 要么保留他们 并侍奉那不值得被人侍奉的人 刚才马帝福音六章24节 告诉他们知道 我们在那一刻的决定 将决定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决定 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 我们今天就要侍奉上帝 在约翰一书仪章15节 使徒约翰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时 世界里面有什么坏事 是我们远离上帝呢 约翰一书仪章16节 告诉他们知 世上的时 就是欲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以及今生的骄傲 腓立秘书仪章12节 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可以设定正确的优先事项 因为经文化 就当恐惧战经 造成你们得够的功夫 各位 我们永恒的未来 取决于我们的决定和选择 最后我们看 我们如何为艰难时期 做好准备 看事录13章17节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寿命 或有寿命数目的 都不得作买卖 艰难时刻 即将要临到每一个人 那些忠于上帝 并遵守上帝的戒命的人 将面临更大的患难 如果我们在那一刻 不服从统治世界的权势 而是忠于上帝 我们将会失去工作和财产 然而 圣经应允许我们 我们可以肯定 上帝会照顾我们 那我们应该如何 为这个时刻 来做好准备呢? 今天 就是学会信靠上帝 并依靠他生活 一个好的口言 是中于我们的 十分之一的奉献 如果我们在 如此小的事上失败了 我们怎样能够 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 保持忠诚呢? 因此 我们今天就要学习 信靠上帝 以及对他的忠诚 最后 在历代愿望 华尔伦这样说 跟从基督的人 往往会临到一种关头 如果要进行 熟世的事业 他就不能侍奉上帝 或者信从了上帝 明白的命令 似乎就会 断绝生活的来源 在认明了 上帝华语的能力之后 我们就不至于 唯了得食物 或者教自己的性命 而随从撒旦的诱惑 我们唯一的问题 应该是 上帝的命令是什么 他的应许是什么 把这些问题 弄明白之后 我们自然就会 服从他的命令 信靠他的应许了 愿意我们都能够 清楚知道 上帝的教导 和应许 而跟从他 信靠他 好 我们今课概述 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